全世界最大的十台坦克 第一名竟然是希特勒的秘密武器 坦克是有史以来最具威胁的战争机器之一 它们已经从相当简单的机器演变成了重型 精密和有威力的武器 这些武器专为现代战争的严酷条件而设计 本期地球军为大家带来了世界上最大的十台坦克 新来的观众可以点赞和订阅小铃铛 以免错过往期精彩视频 话不多说 让我们进入正题 第十名日本时势主战坦克重44吨 时势主战坦克 是由日本防卫省技术研究本部主持 三菱重工生产的日本陆上自卫队新一代主战坦克 2002年制造出第一台原型车 2012年1月开始正式服役于日本陆上自卫队 时势主战坦克长9.42米 高度2.3米 重44吨 最大时速70公里每小时 最大行程440公里 武器系统方面 时势坦克配备了一门日本自行开发的 120毫米44倍进华糖炮 除了传统的120毫米炮弹外 还能使用一种TRD研发的程序化隐性炮弹 在防御方面 时势坦克的车体与炮塔 采用滚扎均制钢装甲制造 车头正面上部加装了新型复合装甲炮塔 外侧还加挂了用模块化装甲 而日本之所以研制这款坦克 就是为了与重型的90式坦克形成补充 完全替代有30年历史的74式坦克 第九名 T90主战坦克 重46.5吨 T90主战坦克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苏联研制的第三代主战坦克 T90主战坦克车体以T72主战坦克为基础改进 早期型坦克炮塔是与T72类似的铸造炮塔 后期型坦克炮塔则是重新设计的焊接炮塔 坦克成员三人 驾驶室位于坦克前部 驾驶员位于驾驶室中央 T90坦克没有类似西方坦克的底部双层装甲 所以依靠改进底盘设计提高防地雷能力 这样降低了车辆震动时对驾驶员的影响 车掌和炮掌分别位于坦克炮塔内的右侧和左侧 坦克中部为成员战斗室 动力舱位于坦克后部 秉承了苏式坦克固有的成熟设计理念 作为T72坦克的升级版 俄罗斯T90主战坦克还采用了T80U的火控系统 其长度为9.53米 宽度为3.78米 而高度则为2.2米 总体重量在46.5吨 最高速度可以达到80公里每小时 再加上上面搭载的125毫米滑塘炮 轻重机枪 能轻易化身战场屠夫 更重要的是这款坦克版本众多 除了基本版 指挥版 外销版外 甚至还有额外改良型 不愧是俄罗斯的陆军主力坦克 第八名乌克兰堡垒M型坦克重51吨 堡垒M型主战坦克是基于T84堡垒坦克的改进型号 于2008年发布 主体部分于20世纪90年代开始研发 其长度为9.72米 宽度为3.56米 高2.285米 这种坦克的重量约为51吨 能搭载三名成员 最大速度为70公里每小时 呆坦克通过了乌克兰陆军验收 但是由于缺乏经费 乌克兰陆军并未采购 泰国订购了49辆改型坦克 堡垒M型坦克 配备了新一代的内置爆炸反应装甲 用来防御串联装药弹头 车体侧面的防护也得到了改善 配备有Stra电子对抗系统 可以降低敌人半自动反坦克制导武器的命中率 堡垒M型坦克 可携带46发炮弹 携带1250发并列机枪弹 450发高射机枪弹 这款乌克兰坦克猎杀能力出众 使用热成像功能的周式瞄准镜来搜索目标 一旦锁定目标后 火炮就会自动指向目标 完成精准打击 第七名 韩国K2主战坦克 重55吨 K2主战坦克 有名黑豹坦克 是20世纪90年代 韩国研制装备的第三代主战坦克 车长10米 车高2.5米 最高时速70公里每小时 最大行程430公里 在武器搭载方面 K2主战坦克 配备了一艇12.7毫米 K67枪 和一艇7.62毫米同轴机枪 主炮为一门德国L55升管 120毫米滑塘炮 K2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主战坦克之一 也是韩国武器库中最大的坦克 于2016年投入使用 它使用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技术 被称为终极战争机器 它提供反坦克火箭和导弹的防护 射程450公里 可射水4米以上 防御方面 K2主战坦克 使用一种未知的机密复合装甲 外加爆炸反应装甲块 裸车测试时挡住了 K276穿甲弹机 RPG29的打击 而K2主战坦克 作为韩国的新锐坦克 融合了大部分第三代 坦克之所长 是名副其实的混血 其在火炮威力 火控系统 装甲防御 动力等方面 与K1主战坦克相比较 都有了极大提高 第六名 中国99G式主战坦克 重56吨 99G式99式坦克的升级版 于2015年投入使用 是为中国人民解放军 大量生产的主战坦克 中国99式主战坦克长11米 宽3.5米 高2.73米 重量在56吨左右 可搭载三名成员 由于它借鉴了苏联T-72以及德国鲍2坦克的部分技术 所以可以说是博彩重长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坦克之一 它配备了高度复杂的主动激光防护系统 并由1500马力发动机提供动力 设程600公里 在设计和技术上与苏联T-72相似 它装备了一门具有反坦克导弹能力的125毫米平滑弹炮 一门顶至12.7毫米机枪和一门同轴7.62毫米机枪 作为中国最新主战坦克 99G主战坦克一度被世界媒体称之为陆地之王 从火力到观瞄再到导航定位 这款坦克采用的都是中国最新科技 其优秀的外形设计和复合装甲 更让它几乎没有短板可以 中国陆战王牌一名当之无愧 第五名 美国M1A2I布拉姆斯主战坦克 重62.5吨 世界上最大的坦克之一 著名的M1A2I布拉姆斯是有史以来最强大 最可靠的主战坦克之一 这款坦克的长度为9.83米 宽度为8.36米 高度为3.08米 速度可以达到68公里每小时 被预作全球最高端的MBT之一 作为美军主战坦克 埃布拉姆斯主战坦克的典型特点 就是高科技 上面不仅搭载有独立热成像观测仪 车辆互联信息系统 甚至其他高科技电子设备也是一应俱全 更有趣的是 这款坦克和榜单第四的勒克莱尔坦克 一样可以搭载四人 这大大增强了这款坦克的危机处理能力 它的动力来自一个非常安静的1500马力发动机 绰号为低于死亡 最高时速接近70公里 有效射程超过2500米 是战场上值得撑到的对手 它装备了一门莱茵金属120毫米平滑堂炮 一门M2.50口径机枪和一门7.62毫米机枪 该坦克首次安装了车掌独立热像仪 这是该坦克的主要特征之一 独立稳定式热像仪式坦克具备了夜间作战能力 大大提高坦克在能见度很低情况下 与敌人交战能力 第四名 英国挑战者二主战坦克重64吨 挑战者二号是英国陆军的主战坦克 绰号为威震天 是世界上最大的坦克之一 这款坦克的长度为8.3米 宽度为3.5米 高度为2.5米 而重量则是64吨 它于1998年投入使用 预计将服役到2035年 这款坦克由26.1升双涡轮增压柴油发动机提供动力 行驶里程为550公里 虽然它可能是世界上最大坦克的竞争者 但它不是最快的 最高时速只有60公里 火力方面配备了120毫米限塘炮 修斯L94A1链枪和7.62毫米通用机枪 其最大特色是坦克上的观测仪 可以在瞄准和搜索中自动切换 且车长有独立测距仪 可以提前锁定第二目标 这种设计是开创性的 搭配上新型复合装甲 挑战者二坦克 堪称路上霸主 第三名 德国报2A7主战坦克重67吨 说起强悍 爆两家族的坦克 从来没让人失望过 德国报2A7主战坦克 在萨托里防务展上 首次对外公开展出 呆坦克采用所有可能升级 7.69米的长度 3.7米的宽度 2.79米的高度 战斗权重达67.5吨 最大的亮点就是 可以根据需求进行优化升级 适于传统军事作战和城区作战 武器方面配备 一挺MG3A1式7.62毫米 并列机枪 安装在120毫米火炮左侧 一挺安装在装填手舱 盖环形支架上的 MG3A1式7.62毫米高射机枪 用于防空 主炮采用德国莱因公司 120毫米滑膛炮 55倍口径 RH120L55滑膛炮 虽然装甲物理厚度较爆2A6未变 但采用了最新一代MOMA APE复合装甲 并大幅度强化了侧面及顶部的防御 其炮塔正面对动能弹防护能力可达800毫米 对化学能弹也可达1500毫米 远超M1A2的防护水平 发动机方面装备的乃是 目前世界上最好的柴油发动机之一 501型水冷遇然试试增压中冷柴油机 发动机功率1500马力 最大行程1200公里 最大速度70公里每小时 具有比较好的加速及油耗性能 爆2A7坦克 也被称为世界上最贵的坦克 最高报价2000万美元 也让它收获陆战王者的美誉 第二名 法国2C超重型坦克重75吨 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开发的一种法国超重型坦克 但是它并没有参加一战 其长度10.27米 宽度3米 高4.09米 重量达到了惊人的75吨 当时 由于其卯阶式钢装甲 它几乎无法穿透 并配备了一门75毫米 Canon戴75野战炮 以及四门Hodgkiss MLE-1914机枪 因为一战的结束 仅仅制造了十辆 六辆装备 在法国军队中 该种坦克参加了1940年的法国战役 有一种说法是 它们毁于德国的斯图卡轰炸机 但是 事实上 它们是被法军自行炸毁的 几乎所有的坦克 都被法军自行炸毁 但是99号车 被德军缴获 并运回了柏林 在二战后 被苏联人获得 甚至在1948年 还有骑在东德的照片 但是还并没有99号车 还存在的证据 第一名 德国P1000超重型坦克 重1000吨 从装备了夜市仪的暴式坦克 到超重型的鼠式坦克 纳粹德国 在整个战争中 设计制造的轮式和履带式 作战车辆方面的创新性 和疯狂的举动 都在向世人证明 纳粹的野心 和德国工业的强大 他们试图制造一些超级武器 来征服欧洲 乃至世界 1941年 德国急需一种新型坦克 来应付苏联 装甲部队的崛起 这便有了200吨重的 鼠式8号坦克 在研发鼠式的过程中 工程师们又提出一个 有趣的想法 如果把战列舰 搬到陆地上会 怎么样呢 就像所有纳粹疯狂的计划一样 希特勒批准了该项计划 1942年6月P1000坦克设计完成 他们将这辆坦克 成为陆地巡洋舰 这台P1000坦克 和其他任何坦克都不一样 它由潜艇发动机驱动 装备了战列舰火炮 作为主要武器 重量达到了难以置信的1000吨 这台猛兽 足以粉碎道路上的一切目标 这无疑是世界上 最疯狂的装甲车 坦克车体长度 能够达到35米 宽度则是14米 高度能够达到11米 并且为了承受 车身巨大的重量 坦克每侧的履带 起码要有3.6米宽 由三条1.2米宽的 分履带组合而成 武器方面 装备了两门 280毫米炮座主炮 一门128毫米火炮 八门20毫米 FLA-K38高射机关炮 和两挺15毫米 MG-151机关枪 因为其惊人的重量 所以时速最快只有40公里 可惜的是 因为造价太广贵 最终这项计划被叫停了 但是 P1000超重型坦克计划 极大的刺激了敌对国家 使得苏联开始研究巨型坦克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了 以上就是地球军带给大家的世界上最大的10台坦克 如果喜欢本期视频 就请订阅我的频道吧 我们下期再见